当初冬第一捧雪 压弯了枯枝 王国诞生了一位美丽的王子 时光荏苒 白雪王子的美貌 让他声名远扬 也因此引来新王后的嫉妒 他声称有一面会是王国亲父的魔镜 只有将王子献祭于他 才能免于灾祸 就这样 王子与魔镜被关在了一起 但王子却发现 所谓的王国噩梦 那面魔镜里 居然藏着一位天真浪漫的少女 此后 观察这位有趣的魔镜小姐 成为王子生活的一部分 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 好像也染上了色彩 这天 魔镜主动向王子提出了交易 我愿意帮你回到王宫 但你要为我摘下森林最深处的苹果 那魔镜小姐 你会对我说谎吗 王子知道他有所隐瞒 但还是答应了 不久后 他得知魔镜将要消失 而破除咒试的方式 是摘下森林最深处的苹果 与恶魔签订契约 我们之间的协议 作废吧 协议仍然有效 但我要多增加一个条件 让我探索更多不一样的你 王子最终摘下了苹果 树枝随即从魔镜中伸展 将它们紧紧缠绕 你真的要和我一起成为恶魔吗 魔镜啊魔镜 王子笑了 人与恶魔并无区别 空气我的心 早就告诉了我答案